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甚至是愤怒 这都让警方觉得为难 但是在2016年的7月 浙江温岭警方呢 却遇到了一件意外情况 当时呢 警方抓了个盗贼 然后按照惯例通知了嫌疑人的家属 可是家属来的时候 竟然是这个样子 两个老人送两枚警司过来 他问了这个案件谁办呢 我们特别的就联系我们经办民警 那是跟他们接触了一些 这两位拿着锦旗的老人 是嫌疑人的父母 他们是从河南老家 坐了14个小时的汽车 来到看照所的 他们提出呢 要见这个经办民警 这是要干嘛呀 找他们算账啊 但是老人说出的话 让人惊讶 他们表示 感谢警察抓了我们的儿子 这一幕看上去的确是有些怪异 嫌疑人犯了法 肯定该抓 但是对嫌疑人家属来说 他们很难会拍手叫好啊 毕竟血缘亲情在这儿呢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使得嫌疑人的父母 举了锦旗来感谢警方 抓了他们的孩子 还是从这个案子说起吧 案件并不复杂 复杂的是被嫌疑人本身 那是2016年6月23号凌晨 温岭街头 一名黑衣男子拿着这个撬杠 对一家服装店实施了盗窃 2016年7月5号凌晨 嫌疑人呢又露面了 这次他盗窃了一家蛋糕店 警方对这两起入室盗窃案 进行了并案侦查 并且很快就有了重要发现 他手臂上呢 一块八码红色的嘛 特别明显的 这块印记成了破案的关键线索 2016年7月底 警方在案发第四季的一个网吧里头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当时看到我们 他应该就知道了 他说我知道了 我配合 就这样 嫌疑人右手臂上 果然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是他 没错了 接下来自然就是作笔录 登记身份了 但是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嫌疑人对犯下的事嘛 认得是特别痛快 却一直不肯说 自个儿的真实身份 为了回避警方的追问 他反而主动交代起 自个犯的另外一起案子来了 他说我还去另外一家蛋糕店里头 偷过东西呢 还真有这事 但是这也太反常了 既然交代的那么彻底 干嘛不说自个儿是谁呢 一时之间 警方是脑洞大开 有一种就是 可能有其他的重大的案件 他为了掩盖自知 之前的犯罪事实 逃避那个法律的追究 所以他冒用了其他身份 那个嫌疑人的态度 就一直很强硬 他就说 我做的事情 我都向你们告诉你们了 就你不要管我是谁了 你就按你们程序去办 把我判判掉 让我坐牢就可以了 连坐牢都不怕 却害怕交代身份 莫非这人身上真有大案子 几经询问之后 嫌疑人说出了自本身份 但是对他的调查结果 竟然是这样 后来嫌疑人就是说 也不为难我们了 他也知道 我就一直跟他这样号着 也就是为了了解他的身份 他就说 他就刚才跟我说了 叫张安民 张安民1988年生 河南这承认 2006年呢 先后两次 因为盗窃被拘留 2008年4月 张安民因为犯盗窃罪 被判有期徒刑 六个月 最初被抓的时候 他提供给警方的身份 竟然也是一个假身份 当时的话 他被抓获的时候 使用了一个叫 陈春静的身份 好吧 从2008年的时候 张安民就是这么个习惯了 但凡被抓 就冒用别人的身份 但是这背后的原因 太令人费解了 温灵警方确认了 张安民不是他 身上也没有背负着什么重大刑上剑 那他为什么要反复的提供假身份呢 张安民的回答是这样的 主要原因就是不愿意被他家里人发现他的行踪 这话一说嘛 警察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 哪有这样的嫌疑人呢 坐牢都不怕 反而害怕家人发现 他究竟在逃避什么呢 警方按照惯例通知了张安民的父母 以为能够在父母这找到答案 没想到他们刚一露面 却来了这么一出 这就是我们节目开头看到的那一幕 张安民的父母来献起起来了 他们是涕泪横流的表示 感谢警方抓到了他们的孩子 张安民父母的这个态度也把警方给搞懵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是 儿子心情古怪 父母也有点行为异常 但是接下来张安民父母这就解释了 他们感谢警察是因为这些年来 他们也在找儿子 他们找儿子都找了整整11年了 说起这事 张家父母的眼泪就更是止不住了 他们说起了一段让他们后悔过已的往事 老两口说呀 他们家是住在河南浙城 1988年呢张安民出生的时候 爸爸和妈妈都已经40岁了 最大的大哥也已经18了 这样的孩子们在家里头 无疑是非常受宠爱的 说起这个小儿子 母亲田秀之士非常骄傲的 家里头五代同堂四个老人瘫痪在床 大女儿患有精神疾病 而小儿子张安民无疑是这个苦难家庭里的一道光 他大小就聪明 记忆力超群成绩也好 所以尽管家境贫寒 他们对这个孩子还是欲求 按说这样一个在关爱和宠爱当中长大的孩子 跟父母的关系应该是很好的 为什么会出现后来的情况呢 说起这事 张安民的父母是连连叹气 他们认为自个儿对孩子特别好 可是孩子一直认为父母并不爱自己 理由有二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张安民开始流连网吧 脾气火爆的父亲张震才 是这么管教儿子的 我的性的脑 只要是我也知道 家暴比较厉害吧 那一次可能是拿血打了 打了痛了我心里喝的 打了我不敢看 但是棍棒之下并没有出孝子 反而让张安民愈加的我行我素了 每次挨打了他都会喊一句话 说都不疼他了 都不喂他了 其实这句话真的不难理解 一个从小被宠大的孩子 突然受到了粗暴的对待 他是来不及想背后的原因的 只会觉得自己是不被爱了 而紧接着更让张安民挫败的情况出现了 他觉得父母对大哥的儿子 也就是张安民的侄子 更加偏爱一些 就这个东西吧 他两个要整 你看都是小孩儿吧 他两个要整 你得给他要过来 给这个小婶子玩 我就这样讲了 你有熟的 你应该让那小志啊 你有大一点 你是他熟的 他就说我偏心 不公 他气 其实这也是多子女家庭里经常遇到的情况 在许多父母的关键里 大的就该让着小的 但是这里都缺乏一个公平的概念 家庭虽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但是他也绝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地方 那么是不是就因为上面的原因 导致了张安民离家出走的呢 张家父母连连摇头 说这孩子啊 其实是我们主动送走的 原来张安民在父母的管教下 愈发的这个叛逆了 他初一都没上完 就退学回了家 在家待了不到两年 天天无所事事 泡在网吧里头 父母一看这样不行啊 就催他出门打工 2004年农历8月29 不到16岁的张安民 被母亲带上了开往浙江温岭的大巴车 母亲清楚的记得 儿子脸上满是慌乱和不舍 母亲清楚的记下了 她和儿子之间的对话 因为在此之后 她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头 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 母亲反复揣摸 儿子离开时候的这个心情 她还没成年 一直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 肯定没有做好独立生存的准备 也许委屈的种子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越长越大的 来到温岭之后 张安民跟着表哥在印刷厂里头 做了一段时间学徒 因为没有赚到钱 2005年的春节 他们都没有回家 没问题 没钱 农立正月初一 他给我打三次电话 我说外面 你打那些电话干啥呢 我想你嘛 我说很有痴吗 有痴你都回来吧 我也想你 我不回去了 打打电话 说说话都关了 你有回忆 叫他给外头补资的吧 我说你那找若祸 你怎样来干嘛 那他什么反应呢 他没有所谓 你去外围说 父母说 这是儿子最后一次 在他们面前流露出了自己的脆弱 他们也没有想到 这次电话过后 儿子就渐渐的没了音信 他辞了工 搬离了表哥的住处 彻底跟家人 断了联系 为了能够找到张爱民 张家人想了很多的办法 寻人启事 也贴遍了温岭的大街小巷 但是一直都没有进展 张爱民的母亲 急得是一叶白发 父亲也陷入了深深的内疚 我从电视上看 人家都是打了孩子 打了孩子出家出走 我这给他是一样一样 你觉得这个 他出走的原因在你 觉得你自己不该打孩子 不该打他 我觉得这个 提起他这儿 我疼得我 不想说 好像在这一天 这比起来要一样 张爱民的父亲 硬朗了一辈子 也不擅长跟别人沟通 但是每每提到小儿子 他总有很多的眼泪 和很多愧疚的话 这些年里头 家里变化很大 瘫痪在床的太爷爷 太奶奶 爷爷奶奶先后去世 2011年 张爱民的大哥 也因为车祸去世了 有些人说 张家老两口命苦 大儿子没了 小儿子这么多年 没阴性 只怕也不在了 但是老张两口子 总是不信 我把他都会 就是病厉害的时候 我做这些 我都拼命的挣扎 一定等 我一定等到你儿子会 觉得自言自于的 有的说不出来 自己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一定等到儿子会 正是这种信念 支撑着老两口没有放弃 但是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惊喜来的如此意外 2016年7月底 浙江警方联系上了张家父母 听说儿子找到了 张家父母那是惊喜交加 他们当即就赶往浙江 并且向警方献上了近亲 原来张家父母 致谢警方的背后 竟然藏着这么多的曲折和心酸 不用说 当张家父母说完这一切之后 警方也被震动了 2016年10月 张爱民的案子结案了 他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警方也特意为张家父母 安排了一次见面 2016年10月 张家父母再次来到了浙江温岭 2016年10月7号 是张爱民28岁的生日 张爱民的父母坐了 14个小时的长途车 从河南的浙城 赶往浙江的温岭 张家父母是兴奋的 紧张的 过去11年 他们一直满怀愧疚 就觉得儿子是因为自个儿施压而离开的 但说实话 这似乎很难让人理解 就因为小时候受了些委屈 一个男孩子甘愿在外头流浪十多年 这口气未免也堵得太大了 张爱民心里都是怎么想的呢 还是听听见面之后 张爱民是怎么说的吧 10月8号下午3点40分 张爱民父母见到了 酷11年的儿子 但是万万没想到 张爱民露面过后 他那表现是这样 张爱民全程冷漠 他表示很困惑 因为他想不起来 对面的老人是自个儿的母亲了 我对他应该特别默默 真的特别默默 张爱民说自个儿失忆了 怎么会这样呢 难道这就是他这么多年 没回家的原因 但是失忆的人 怎么还会记得自个儿的姓名呢 这个时候张爱民的父母是伤感 走 他们会用什么方法来唤醒孩子呢 这个离家多年的孩子 还能够回归亲情呢 张爱民的父母 在过去11年里 一直生活在愧疚当中 他们觉得自个儿逼走了儿子 2016年10月8号 他们风尘仆仆的 从河南老家赶往浙江温岭 儿子因为在那里盗窃 被判了刑 他们也终于找到了儿子的下落 但是这次期待已久的从逢呢 只能用困惑和心酸来形容 两位老人在等待的时间里呢 始终是坐得笔直 紧张得不得了 十万日吗 是 是 是 我 是 咱手机黑啊 你很黑吗 爸爸 你不笑那点尿 那点尿 笑你啊 见到儿子的那一刻 老张两口子都流泪了 但是张安民就显得异常的冷淡 为什么会这样呢 张安民的这个回答非常让人意外 他说是因为自个失忆了 莫非是因为失忆了 张安民才这么多年没跟家里联系 但是现在爸妈都找过来了 也说明身份了 总该跟他们相认了吧 但是奇怪的一幕出现了 不论父母怎么说 张安民呢 依然是不看 不理也不听 我问你 炸肉放的给你盖不盖 不盖 你那手机还去拿不去 不去 不要了 不要 你要啥呀 我什么都不要 你不行了 过来看你 来好几回了 有没有必要 咋没有必要啊 你不想那点尿 那点尿 想你啊 上次来没见到你回去天天哭啊 没有一天把你忘了了 自从你不打电话以后 就没有一天不想你了 不关心你了 母亲带着哭腔说的一些话 听着旁观的人都动容了 可是张安民呢 还是表示不回去 没必要 这显然不是一句失忆就能解释得了的 张安民为什么会这么对待父母呢 难道真的像父母想的那样 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就离家出走了 谈到这个问题嘛 张安民突然惆怅起来了 他点头承认 自个儿所谓的失忆 其实是一种逃避 可能是因为时间这个太长了吧 为当初为什么离开 是因为吵架啊 或者争执啊 等等等等 我都忘的差不多了 张安民为什么想要忘掉过去呢 一番沉默之后 张安民终于说出了原因 这是一段让人听了以后 很心酸的心路里程 我从小就感觉自己没有必要 存在着感觉有点多余的那种感觉 你有没有 我感觉吧 其实有没有我 确实没那么重要 他有儿子结婚了 他的长子结婚了 还有了孙子 孙女 外孙 三个外孙 我记得 这什么都有了 还要我干什么呢 我要回去做什么呢 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我来说都已经 原来真的就像母亲猜测的那样 张安民是因为觉得不被需要 找不到存在的价值 这才渐渐的远离家乡的 其实从父母的讲述里头 这也有迹可循 作为老妖 张安民一直受尽宠爱 可是十来岁的时候 侄子出生了 他的宠爱被人分走了 他又因为迷上了网吧 被天天打骂 可能从那个时候起 张安民就有了情绪 紧接着 他又被父母给送走了 作为一个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 他还没有办法理解父母的动机 他只是由被迫被送走 这个行为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家不要自己了 家是什么 首先你要理解这个概念 家是对我而言吗 家是有留恋 有寄托感的地方 那才叫家 我对那里没有留恋 没有寄托感 那就不是我的家 可惜的是 无论是张安民自己 还是他的父母 都没有沟通的习惯 张安民渐渐的离家越来越远 由于归属感的缺失 他自个儿并不知道 如何去建立家庭 建立归属 张安民表示 自个儿这些年呢 从浙江到广东 从广东到上海 又回到浙江 跑过很多地方 做过很多工作 但都做不长 张安民呢 也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 都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阶段了 张安民呢 却逃避了 那么张安民 为什么会走入歧途呢 张安民说 2015年 他被查出 患上了肺经核病 之后呢 经济状况和健康状态 每况愈下 生病的经历 和多年的漂泊 让张安民变得更加的偏激 他甚至怪上了自己的父母 觉得如果不是他们的冷淡和不公 自己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或许吧 这才是张安民不愿回家 甚至失忆的真正原因 谜底解开了 但问题还没解决 张安民对父母呢 隔阂很深 这似乎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化解的 该怎么重建张安民 对于家庭的信任与向往呢 聊天进行到最后 出现了一个转机 当记者告诉张安民 他的大哥因为车祸 已经去世五年的时候 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张安民 出现了情绪波动 张安民表示 等他出狱之后 他打算回家拜祭大哥 他也想起了越来越多的 关于亲情的细节 并如母亲对自己的慈爱与慷慨 这样的结果呢 让张安民的父母感到了一丝欣慰 他们觉得这个儿子有望回归家庭了 刚刚找找他了 知道他没死 他不认我认他 我相信他会认我 他不会不认我 是啊 毕竟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怎么能够生分到这个样子呢 张安民的父母用十几年的时间反思自己 相信从来一次的话 他们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方式 和孩子相处 其实这些年来 很多幼教专家 儿童心理专家 都非常提倡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 他不光是教孩子尊重他人的生命 更重要的是 要让孩子建立起对自我的认识和热爱 每一个人只有意识到了 自己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性 才不会在挫折面前 自我否定迷失方向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聊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拜拜关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